好 但是接下来要看这个必须要早买才能够抢得到票 这是台铁春节车票 东部干线在今天凌晨开卖了 才卖第一分钟就售出了6万多张 让不到今天上午的9点钟已经卖出了48万张的车票 但是每逢廉价就一票难求 常常网路一开呢 就会有这种秒杀卖光的情况 根据铁路警察局的统计 黄牛近年来影响花东干线的订票是越来越明显 这两年下来就暴增了137倍 现在台铁努力的要强化订票系统的妨害功能 就是希望能够恶阻这方面的外公 手指头不停的点啊点 就怕动作太慢 回家的路会变得好艰难 台铁7号凌晨临时开放东部干线订票 卖出票数已经超过48万张 花莲自强号列车更是快要销售一空 提醒了已经订购到车票的朋友 务必在两天内的时间 去完成取票或是进行网路付款 抢不到票只好转移目标 近年来黄牛票风潮越来越兴盛 根据铁路警察局统计 2011年查获花东黄牛票就有五千五百张 2012年更达三万三千多张 到了2013年更是不得了 76万张黄牛票 不到两年暴增了137倍 为了维护旅客权益 台铁和铁路警察局共同合作 就是要遏止黄牛扫票 我们只要发现有这个异常的资料呢 就会主动移送给铁路警察局 来做进一步的侦办 系统方面包括说这个验证码的加强 以及改设为浮动IP等等 方面黄牛只要资料系统异常 出现瞬间大量订票现象 或是非使用个人身份订票等情形 台铁就会进一步侦查 为了舒缓今年返乡车潮 台铁也祭出加勘班次 大量加挂车厢等应应措施 东部干线加开394班次 西部干线8号凌晨开卖 加开146班次 就是希望民众都能顺利买到票 让返乡置入可以很顺畅 谢谢林伟伦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